可是 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 我看到了一些分析 还有些文章 就是美国国内的一些专家 他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要告诉大家 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不是俄罗斯 而是中国 好 这是先前呢 在网络上他们有开了一个 这个所谓战略讨论会议 然后呢就有美国的专家 他们就在讲到这件事情了 说最主要的美国的竞争对象 首要应该还是中国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叫做约翰·阿奎利诺上将 他就搭着美国海军的侦察机 带着记者去南海 三年前发生过 在前面三年六年前也发生过 这一次到南海的时候呢 就出了一篇报道 这里头的标题就是 南海岛礁已经被中国给军事化了 好强调说中国就是南海这边的麻烦制造者 而且呢 他直接讲哦 他说我们在这边 这个是南海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争议区嘛 我们在这里的主要目标 是通过威慑来防止战争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军队啦 海舰艇啊来到这里 都是为了要防止战争 那如果真的你看看都已经有人军事化了 我没有办法防止战争的时候 我就有可能第二任务是做好战斗和胜利的准备 那边战事他们都还没有赶快帮忙去协调 去仲裁能够让边叫停 这边怎么看起来又很有烟消尾 所以这是这两个 你看前面刚才 艳莹刚才说 美国有些专家觉得 哎呀大陆才是真正的敌人 俄罗斯那边呢 就是可以稍微缓一缓啊什么的 我是不是三周前就讲过一样的话 是三周前就讲过了好不好 所以呢我们层层递进 每周都关注的朋友 真的有福了 那这两天呢发生了三件大事 关于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美国的巨舰 军舰又来到南海 第二呢就高官带着记者来作秀 第三呢是布林肯又放话 要对大陆的官员实施签证制裁 所以呢这是美国又出了三招 那第一招我们就先看 这个所谓的南海在这个 有一个军舰过来 这个军舰呢叫做米格尔基斯 那这个是伯克级的驱逐舰 啥意思呢 它其实是一直服役在 美国的第七舰队里面 那虽然威力不小啦什么的 那它先前都部署在哪里 都一直部署在日本 都一直部署在日本的 是比较北嘛对吧 对比较北边对 那干嘛呢 那它这一次移动过来 它基本上是一个移动的基地啦 可以当成海上的中转啊 或者什么兵力的直送啊等等的 但是呢这一种舰队啊 这也不能叫舰队 就是这样一个驱逐舰呢 其实它的体积太大 就是体量太大 虽然很容易被当成把子来打 那生存能力就比较弱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大 但实际上的威吓力呢 就不如航母 那么关键来了 那这个驱逐舰 这个时候跑来南海做什么 他把日版好好的 他为什么要来 这边没什么事啊 为什么要来 记不记得 我在解过年千诗的时候 今年南海会出世 有 我在解过年千诗的时候就说 今年南海会出世 然后呢就被观音大士收服了 我就说观音大士收服大鹏鸟 对不对 大鹏鸟是谁 就是美国老鹰 老鹰就是美国 然后呢 然后来哪里 来南海 所以美国会来到南海 然后呢就会被观音大士所收服 那观音大士在哪里 还没出现啊 对还没出现啊 要出手的时候自然就出手 该出手时就出手 预言神准 好不好 只有我才能够精准预判到 哇 神明的指示是什么 我赶紧来放一个 放一个那个酸命摊的好了 这么厉害 哇 你看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你看 哇 我比那个 比那个什么 好 算你不要讲 所以这个好了 那他到底来到南海 是做什么事情啊 第一个呢 那当然是要向大陆 展现自己的这些 这个威慑力量啊 还有这个要对印太地区的 这个关注啊 好 要知道 因为自从俄乌的事情之后啊 那美国不少的政客 就在炒作 你看这个大陆很威胁啊 什么的 所以要来压迫 要求大陆要必须去谴责 跟制裁俄罗斯 所以这当然也是来一种 施压的方法 也是来施压 那么这个施压 你看 因为先前在席拜的会谈当中 只谈到了台湾 台湾跟乌克兰嘛 对吧 没谈到南海啊 对啊 你没谈南海啊 那我就可以来南海啊 是这样吗 你没讲就可以吗 没讲我就来啊 对吧 没讲我就来啊 你看美国就在想 没讲我就来啊 那再来是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在美国 自己整个的军事结构里面 你看这是印太司令 那自从俄乌冲突发生之后 他就没啥好干了 他没啥事做啊 他要刷存在感啊 他在军方里面 他也要争取自己的实力的巩固 他也要争取经费 对 你这样讲 三年前的那个报导 确实那个时候呢 不是印太司令飞上去的 对 是哦 所以这次就是 他自己本身 亲自带着记者去 对啊 他自己带记者去啊 那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 就是在整个的美军里面 你看现在呢 就焦点都在俄乌那边嘛 然后所有的这个军事的活动 也都部署在那边 那当然啦 那在亚太地区这边的一些将领 他自己也要刷存在感 他也要在整个的军方体系里面 他也要去争取更多的发言权跟机会 所以他当然也要急着来刷曝光 好 那再来啊 就是俄罗斯呢 其实我们先前所说的 他在日本的周边海域 也是有一些活动 对 所以美国呢 在此时此刻又加强了 在印太地区的活动 其实也是在帮日本来做撑腰啦 是讲说 俄罗斯你的手也不要伸得太长 对啊 我一方面呢 当然是施压中国大陆 好 一方面呢 这个也是要跟整个的日本盟友来讲说 你看我们这边是要好的啊 然后当然一方面也是告诉民进党当局 你看我们美国还是会来啊 台湾也不要怕啊 都有这个意思 那么关键在什么呢 就是说也不排除未来有可能是 美国跟这个日本盟国 要进行联合演习 又来 每一年他们会有联合演习 对对对对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个联合演习 其实这个已经要有啦 就是接下来就要有了 五月我记得 在昨天 不是对 在昨天 其实菲律宾就有发出消息 就说接下来会 美国跟菲律宾啊 要肩并肩的来举行联合军演 就从三月底 然后到四月 三月底到四月初 然后也是这两年规模最大的一个演习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什么米格尔号驱逐舰 然后来到这里 那会不会是为了要去参与美非的军事演习而来 他就比较有机会 所以总而言之 他在印台地区这边秀肌肉 大概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几个关键 那一方面是军舰来 二方面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将领来作秀 那这个将领来作秀呢 你看他讲的话 基本上就挺胡说八道 再看一下 我记得他有说一个什么 和平 来 他有特别你要讲哪一段呢 就是 来来来 他其实就是在强调啦 强调说呢 他现在最重要 他说呢 华盛顿在争议地区的主要目标 是要防止战争促进和平 哪来的战争啊 对吧 哪来的战争 不是啊 你岛礁都军事化了 哪来的战争 那边那个人工礁都军事化了 那个战争不就是你带来的吗 哪来的战争 中国大陆没事会去打菲律宾吗 啊 中国大陆没事会去打越南吗 哪来的战争 战争就是你美国带来的啊 所以这个印太司令来这边作秀啊 指责中国大陆啊 这个实际上 他也是就是在挑拨大陆 跟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啊 希望能够把东盟国家 在南海问题上呢 又拉到中国大陆的对立面 那实际上 就中国大陆的立场来说 那我在自己的领海领土上面 这干啥 关你屁事啊 对吧 那你一个美国 你根本 南海就不是你美国的 对吧 那你不断的派出军机军舰 然后来南海附近 穿啊穿绕啊绕 你才是包藏祸心嘛 美国才是造成整个南海 所谓军事化的重要推手 就如果美国不来 大陆有必要在这边搞军事化吗 可能也没这个必要啊 对吧 那大陆就跟南海的菲律宾 先前杜特地关系的挺好啊 那接下来菲律宾又要选新的人了 好 就是大陆跟东盟这些国家 哎呀我们在RCEP里面都很好啊 在各种东盟的合作都很好啊 那谁见不得大陆跟东盟好呢 那当然就是美国嘛 所以美国才要不断的来到这里 然后去讲说 哎呀你看大陆制造战争啊 大陆要打菲律宾啊 菲律宾你要跟着我啊 大陆要打越南越南你要跟着我啊 大陆要打你 要打印尼啊 印尼要跟着我啊 那实际上有吗 没有啊 那所以各种的评论都讲得很清楚啊 就美国在南海频繁挑逝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俄乌的冲突啊 不仅是要挑拨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 也要挑拨大陆跟南海的这些关系 要把所有的国家都干嘛 要加入到反华的阵营里面 所以美国呢 一方面是在制裁俄罗斯 但另一方面呢 就是透过俄罗斯这个话题呢 再度形成一个反华的朋友圈跟包围圈 所以其实现在的整个国际局势啊 确实俄罗斯呢 已经成为了一个叫做 试金石 或者呢叫做造妖镜 造妖镜 用造妖镜这样来讲 是比较有针对性啦 那一个造妖镜 你看就是目前的这些美国啊 然后跟美国的盟友 对吧都站在了制裁俄罗斯 但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大陆啦 印度啦 巴西啦 然后南非啦 金砖五国啊 都拒绝加入俄罗斯 两大阵营啊 近未分明 那这当中呢 我就看到 又是新内容 未来呢 很有可能就会是 新冷战的开始 哦 这个名词又出现了 对啊 我也不是第一个人讲 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是我第一个人讲的 不是啊 但是现在确实大家都希望说 因为现在在这个俄乌战争发生之后 大家已经开始感受到 那个冷战的那样子的 回来了那个感觉 所以大家希望说 现在接下来 当然啦 大国之间 他们还是会彼此的较劲啊 他们叫做什么 竞争又合作嘛 对不对 但是希望不要变成新冷战的状况 未来应该会啊 尤其呢这几天还有一个新闻啊 是俄罗斯内部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但是没有通过 俄罗斯内部有一个建议说 要退出WTO 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对 那俄罗斯暂时没有通过 是 那如果这个建议 这个建议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真的通过了的话 我们就想一想 如果通过的话 那肯定不会是俄罗斯自己退出啊 对吧 那他肯定是 拉着自己的这些小帝国家 拉着白俄罗斯啊 就拉着他比较友好的国家 可能不是共同退出 而是另外成立自己的一个组织系统 哦 那就是又两大阵营了 对又是 就两大阵营 那当然啦 到时候呢就是可能跟中国大阵 比较好都会加入到这个系统 那当然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可能都会加入到这个系统 那那个时候 就会是新冷战的确实的开始 那未来会不会如此呢 不知道 我们希望观音大士 能够尽早的收复大鹏鸟 让大鹏鸟不要再来乱了 好 那你看我们的时间 既然只剩在最后的五分钟 来只剩一点点时间 我改天我下个礼拜 那我一定要帮他那个 放一个侯老师的那个算命摊在这边 来老师算命拔一下 来看一下为什么现在台湾 我只听过缺电是国安危机 我没有听过停电是国安危机 你知道台湾三不五时就要停一下电 结果呢现在说就连高检署 那是专门在查内患外乱罪的 一个台湾的检调机构 所以现在呢他们也要开始来 请这些地方在分案调查 为什么会停电 可能真的是因为小动物吗 现在说这个小动物 真的是自己跑进去的吗 还是被人家给蓄意放进去的呢 那放进去的那个人是谁 是不是故意要扰乱台湾人的民心 这里头有没有因为这样的危险人物 进到我们的重要政府机构里头 造成国安危机 好这是现在高检署要查的 可是现在高检署一介入之后 其实基层很多的检察官都说 What's wrong 现在在搞什么东西 哈哈哈 来点评一下吧 小动物怎么那么多 哎呀 其实讲台湾内部的问题 不是应该讲 那你昨天大家地震还好吗 好不好大家地震 地震还好 就是突然醒来 然后就发现好可怕 一晚就睡不好了 哦 对 哦 哦 好吧 然后咧 好没有啊 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 好像大家都平安午事 好啦 那所以可能有些地方 又暂时停电 有昨天有些地方 有暂时停电 地震嘛 没办法 对对对对 所以说真的就是像这个地震啊 真的有天灾啊 台风啊什么的 然后把电线吹垮啦 把树吹倒啦 然后树压到电线啊 这种停电大家都觉得是 无可厚非 然后这个对了 没有办法天灾嘛 意外嘛 但关键就是在于说 怎么好像先前的这个停电 越来越多 然后而且旅游千奇百贯 那关键是民进党的讲话呢 也是这个扑朔迷离 民进党说呢 乡下地方容易停电 动物都容易停电 结果没想到 全台湾都变成了乡下 民进党执政也才五六年 台湾的都市化不争反减 台北都变成乡下 那高雄也是乡下 那陈其邁也不去抗议一下 说民进党把高雄说成是乡下 而且出人命了 对对 那个呼吸器是没有办法嘛 也是欧弥陀佛拉能摩地震王菩萨 真的 那 而且呢 对我们刚刚说 这个所谓的国安问题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停电如此停返 当然还是有一些具体客观原因 具体客观原因 我们就先不说了 先讲一下民进党多荒谬 可能时间不够 还是讲一些 比较好笑的东西 所以民进党的立委 许智杰说是不是有匪谍渗透 是啊 然后呢 高检查 然后御用媒体 御用媒体 封传媒 其中一个记者 御用媒体 就是以前还报道说 莫德纳跟高端 是孪生兄弟的那个记者 就整天在帮蔡英文放话 就讲说蔡英文 觉得停电很奇怪 出动了山上的神秘单位 这神秘单位 其实就是国安单位 情报单位啦 情治单位啦 軍警啊什么的 那要干嘛呢 就是怀疑说 可能会有第五重队 其实先前就各种 被渗透了是不是 被渗透了 大陆啊 被渗透了啊什么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那你们要怎么 审讯这些小动物 不知道啊 它小动物味道 有没有收钱 对啊 是不是要抓这个小动物 说你是谁的鸟 对吧 谁派你来的 这个壁虎 就是谁派你来的 谁叫你来煮草 对 那我也担心这些小动物 会不会被驱打成招 那你看 所以它的这个案 它的话里话外 指的都是说 是大陆在搞破坏 它没有明讲 但话里话外 都是什么第五重队 中共同物人 在地协作者 这讲的就是中国大陆 那如果真的 这么可怕的话 明讲你就投降好啦 你看中国大陆 这么可怕 它可以秘密的训练 动物兵器 对吧 在台湾呢 松鼠也听大陆的 壁虎也听大陆的 飞鸟也听大陆的 这都听大陆的 然后呢大陆可以 远端操控 这些神秘的小动物 然后呢来到台湾 专门破坏 台湾的电线杆 跟台湾的电网 然后呢 还可以在台湾秘密的 招怒死士 就是不要命的去用油压 剪那个高压的电缆 甚至呢 也可以秘密招怒死士 干嘛 那就是要去活抓动物 然后往电线上丢 还要丢得准才可以 还要丢得准喔 然后那这样的人 台湾到现在还没有发现 然后呢 人才 对然后民进党自己说 哎呀 动物的这个停电 每年都有 所以每年都有匪谍 活抓动物去丢到电线杆上 哇 这太厉害太可怕了 哇 我们活了这么多年 都不知道这个事实 都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啊 所以那个到底大陆 还收买了哪些动物 是狮子老虎 还是企鹅 那个太高 它飞不上去 飞不上去 那还是老鹰 还是什么呢 是通通都被大陆所收买了 那么大陆到底还有秘密训练的 哪一些的动物特工跟间谍 哎呀 这一切的一切实在是 太过于扑朔迷离 那到底为什么动物 会被大陆所控制 背后的真相 到底是情爱的纠葛 也或是命运的纠缠 也或是金钱的诱惑 还是利益的冲突 是非善恶的因果循环 到底是心魔作祟 还是天意捉弄 又或者是塔律般的无能腐败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后面这一段 台湾人有没有觉得 又是开始蜘蛛网了 蜘蛛网又来了 蜘蛛也是停电的理由 蜘蛛 还没有出现 还没有出现 这蜘蛛很小只也可以吗 蜘蛛网啊 你看有可能网跟那个电线 因为它鸟巢都可以了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未来会不会有蜘蛛网的出现 然后导致停电 今天睡觉的默默雪呢 是解决烦恼的好帮手 晚上如果睡不好的话 因为这个有含GABA 里面呢有长安酸 还有羊柑橘萃取物等等 可以让你更好睡 开启启动你入睡的关键 好如果需要的话呢 叫麻烦来扫一下我们的QR Code了 可以到快点购网站来选购